木回长,欢迎来到雷塔亚朵。 怪战方的话是多利木的一个女娃,这个很久没有见到女娃的一个比赛了,今天咱们来看一下,而且多利木的话对于一个女娃木的一个理解也是非常到位。 咱们来看,怪战方的话是定性套的一手魔王。 怪战方先拉出一条大蛇。 怪战方点掉,怪战方的宝宝,怪战方继续戳。 现在女娃的话应该基本处于一个灭门的一个状态了,这个拉大蛇的话也是不能一直拉,而且这些宝宝现在都在法防,这种招出来的一个宝宝的话根本弹掉,而且 现在有的一些宝宝,DP加壁垒他都带,这种双克制技能的话还是很麻烦。 出白状态了,出白状态了 出白状态。 对对男人飞杀飞过来,弃难逃,逃到有关真面昌, 的话也是没有拉一条蛇 观察方这只大牛排对面人物一千七 观察方卡一手大金 擒音三节 观察方的一个后排蛇卵也是直接被飞掉 观察方拉出怨灵 但是怨灵的话 虽然拉的很多都被秒掉了 主要的话是对待方秒的一个单位太多 只留下一只怨灵 对待方继续秒 观察方弹出163 观察方好在的话是有一手法系的一个移速 宝宝给自己卡一手两千的一个血 观察方你还不拉大蛇吗 哦观察方在第十回合终于招出了一只蛇 这个大烟蛇出来了 哎呦 但是感觉观察方都要被对面秒崩了呀 蛇的一个伤害还是非常高啊 但是感觉的话 拉出来的一个前置条件的话有点 哎呦有点不太爽是吧 而且这个蛇的一个抗性 也不太行啊 观察方直接秒了七千 观察方 观察方孩子猛卡血 观察方人物继续戳 好在大蛇的话是直接高神了 啊 大龙龟起法防 人物起火炎伞 观察方开始想稳住局面 观察方卡两千血 给大龙龟追子的话控制没有控制住啊 观察方这把的话他的一个法伤也并不是特别高 哎呦蛇飞掉 这把观察方想赢的话应该是很难了啊 观察方主要的话是吧 他这个宝宝被对面清的也是有点快 哦呦我的天呐 对待方起因三点最后一击秒了一万 观察方再次拉大牛 你看这大牛的话说实话啊 一点排面都没有啊 这个反弹掉对面一只宝宝啊 直接是被动出了一只月灵 对面拉了一只地铁 快打方一只三点一万了